郭文贵 新闻 詞・編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各位嘉賓 大家午安 接下來我來分享一下 整個漢翔的轉型之路 首先我分享大綱 大概就是先 早上有提到 不是 那個詹院長有提到 轉型 轉型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希望拿到小禮物 那我們怎樣透過自衛製造 轉型到我們自衛漢翔 再來當然 在這個轉型過程中 我們怎麼樣進行用達收的產品 來藉助於加速我們的研發 還有我們的生產製造 我先介紹一下我們公司 我們公司三大區塊 就是說我們可以看出來 就是我們右下角這邊 我們的金融飛機 像早期的資金口號戰機 現在的永應號 再來就是有一些發動機的維修 另外一塊就是我們 非常大 也是民用飛機 在這個飛機折扣件 或者引擎的維修 引擎的製造等等 另外一塊就是現在比較熱的 就是屬於 雛人 創人 綠人 捷人 等等這一部分 那我們這廠區有三個廠區 台中兩個廠 鋼山是屬於我們的引擎廠 那整個漢翔現在也算是少數 能夠在亞太區域能夠做整機 從研發到製造到維修 還有試飛等等測試 這些的業務 那當然我們也 我們的客戶有 Poin Airbus 這些民用飛機的 那也有勞斯萊斯 阿基 哈利威爾等等這些引擎大廠 那我們的供應商也在全球 有兩千三百多家 那我們的合格外包上有兩百多家 那講這樣的理由就讓大家了解 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去把一架飛機 這麼複雜的東西 能夠透過我們數位化 資訊化的這些產品 來夠達到我們這樣 能夠客戶要的這個目標 那這裡就是我們整個這個轉型 轉型的策類 那我們有提到就是說 數位轉型它真正的目的就是 得到的就是希望轉型 那我們希望從製造的漢翔 我想製造業大家都知道 很辛苦 那製造業要達到這些 顧客要求的這些品質交期 那是非常的不容易 那我們怎麼樣去轉型到 能夠擁有智慧 然後具有我們現代AI這些功能 能夠給客戶更有價值 更有創新的這個服務出來 那這也就是漢翔秉持這個目標 所以我們設定了一個幾個 這個Milestone 出來 就是說在這個2014年工業4.0 面臨的壓力的情況下 我們怎麼透過這個智慧製造 把公司所有能夠聯網的這個機台 通通連上來 所有不管是Sensor 或者電錶 空壓機 冰機等等這些 甚至於PH值 溫度壓力等等 這些連上來以後 那我們進行所謂的後續的就是 進行擴展的應用 有的這些數據以後 我們就做了所謂這個大數據 還有工業AI 也開始引進了一些自動化的設備 像說人機協同 怎麼樣把這些機器手臂 來加速你的這些生產製造 那當然陸陸續續就會 很多這些數據以後 那我們進行了很多這些AI 早期的這個鑑別式AI 所以我們AI的應用也在2020年開始 我們訂定了一個AI一個年 那當然在這個當中 過程當中這幾年再繼續演進 演進到甚至於我們在2023年 因為我想大家在長期裡面 都會遇到一個問題 這個後應的物料的搬送 這些透過AGB 但是AGB跨網域的時候 它很容易就斷掉 停頓在那裡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採用了5G 某一個廠採用5G 它的跨網域都連結 快速的能夠把我們這些物料運送 然後用AMR的這個方式 那當然現在最夯的是所謂生成式AI 那這個生成式AI也是 以往的AI大概都是屬於生產部門 或品保或物料等等這些 比較廣泛的應用 可是生成AI帶來以後 我就想說這世界也滿公平的 各部門必須動起來了 因為這個牽涉到所有 不管人資或者是這些法務等等 相關的這些或者工程 知識部 知識管理等等 都會用到我們所謂生成式AI 所以我們就一路走過來 就是走到這個所謂 現在的生成式AI的原因 那當然我們希望 在這個過程當中 漢霞也是用轉型 就是提供所謂的智慧服務 所以我們也創造出 我們當中的一個產品出來 那我們希望我們IT 不是一個expense的部門 我們希望IT也能夠有一個 profit的部門 所以我們整個智慧製造 我想就是用這張圖很簡單的 跟各位分享 那接下來我們先很簡單的 描述一下我剛才那一圖的整個過程 那我們智慧製造 我們當初分成三個階段 就是三部期 那我們當然有剛才提到的 就是品質 成本 還有交期等等 那我們最快的就是以智慧化基台 還有智慧化製造 以及智慧化管理 所以我們希望就是說 所有東西都能夠數位化 所以早期假如說還有列比的這些 我們還是一樣想辦法把它數位化 連上來 再來就是連上來以後 所有這些流程都要能夠可思化 能夠很快速的去精簡 公式內部這些 所謂相關的cycle time 那當然整個管理要智能化 所以我們分這個三部期 來達到我們希望的這個 智慧轉型的這個目標 那當然這裡就是提到的所謂智慧製造的三部期 第一個當然前面提到的這些很簡單的機聯網 人機協作這些機器手臂 那當然我們希望推展到整個產線 整個產線通通能夠把它聯網進來 做整個產線的智慧化 希望整個工廠都能做到所謂智慧工廠 那有了這些東西以後我們分成這個 第二階段就是先進的決策中心 怎麼樣把它做到公司級或廠級 以及甚至於我們供應商供應鏈 我們通通在我們的這個監控平台 我們的戰情室 就能夠看到所有這個資訊 所以我們的主管我們的員工 只要在你能夠連線的地方透過手機 他也一樣可以看到所需要這些KPI 那當然進入的第三部就是我們進入了所謂 人工的這個智慧製造 那人工工業4.0的這些AI的部分 我們一開始是針對每一個產人 只要他能夠有這些數據的 譬如我們做大數據分析 我們在有我們熱壓爐就是說 類似我們腳踏車這個玻璃纖維 碳纖維或金屬的這些 他是一層一層疊貼 疊貼以後要抽真空 抽真空以後要繼續塵化 類似我們披薩要塵化 那這個部分我們就透過這個AI的分析 去預估模擬未來30分鐘 他塵化的數據 到底會不會跟我規範要求的會跑出去 要跑出去我就提早預警 以往可能都透過7成24小時 人員在監看 那這樣很容易出問題 那透過有了這個AI的分析 我們馬上他可以提早預警 當然還有所謂這個AOI AOI在相對我認為是說比較成熟的 這些影像處理 那當然現在AOI結合這個AI 它更能夠達到它所謂瑕疵檢測 另外一塊當然就有抑制保養 或者是機台健康等等 這幾塊的話來達到我們 這個三部曲的這個目的 那我想很多製造業在遇到這些問題 大概智慧製造當中最困難的是排塵 那這個排塵的話我們不管從最大最頂端的這個ERP的資訊來源 那當然有一塊很重要就是像 我們因為飛機非常複雜 所以我們採用達受的這個PLM系統 那3D 能夠把這些動錶很快速的跟我這個ERP 這些不管訂單 物料 載圖或者是載字 到底或者是外包等等這些資訊串進來以後 那我就透過這些排塵 排了所謂這個大排塵 那排塵後有怎麼樣排到場級 那這個廠級以及排到現場每一個 每一個廠 每一個工作站 每個機台 他每天一早起來 那個員工只要造了我工單三產 他就能夠快速的去達到 另外我們也做了一個Fallonight的control 所以我很快樂可以在監控中心 看我們所有這些製造 那這個是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一個交合工廠 他也是做複合材料的 他從我們這個物料 這個物料 還要開始他要下料裁切 然後跌貼的時候 我們可能用這個雷射投射來定位 那當然成化 剛才我已經有提到就是說 我們怎樣做這個大樹基的分析 以及脫模 那我們在他這個模擬當中 都有加裝了RFID 所以他在我們廠機跑 這些模擬 因為這個模擬的成本也滿高的 所以我們希望他知道他的location awareness 所以再來當然是所謂加工 還有我們這個塗膠 以往的塗膠就是透過人工塗膠 那我們就用AI的技術 用機器手臂塗膠 那用定量的方式定量定壓 所以這樣子我就相對減少這些錯誤 再來我們也用這個AOI的瑕疵檢測 去檢測這個塗膠到底有沒有瑕疵 當然後面這些加工 或者是個打磨組裝等等 用機器手臂來達成 這個是一個產線的 這個智慧化的例子 那我們是整個公司所有產線 都比照這樣的方式去推行 在我們的監控中心 我們這個 就是所謂我們的flowline control 我們從這個control 你們可以看到第一站 從這個第一站到最後一站 那我從這個圖當中 我就可以看出哪一站有battle net 那我們就針對這個battle net去接接 經過這樣的經驗 因為很多公司就到我們那邊參觀 參觀了以後發覺就說 這個系統是不是能夠給他們用 因此漢翔也就因為這樣子 去把它打造一套 我們就所謂的AIware 那我們自己把它收小板出來 把漢翔的產品開發出來 一個AIware的系統 很巧的我們剛好取AI 我們不是AIDC 我們英文名字是AIDC 剛好這裡說AI 現在最慌的也是AI 所以我們也是AI股 大家可以考慮 這個X的話事實上是我 這個logo是我請同仁設計的 我的理想是X是any device 就是我們早期在講ubiquitous 就是物聯網 萬物聯網 所以我這裡的聯的 不是只有我們的機台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any device anywhere anytime 所以能夠連到我這些femware來 不管是軟體software hardware 甚至等等這些 middleware 所以我們這些給開放OPC UA 能夠讓各個軟體廠商 跟我們這些 很快的我們截至目前為止 我們已經可以連接 六十幾種以上的控制器 也接了兩千多台 提供各式各樣的報表 這是我們AIware 再來就是也因為這樣子 我們都瞭解這些中小區域他們的痛苦 所以我們針對它現在的MES 我們跟以往的MES 大概都一塊一塊的 那很少有一個套裝軟體 能夠適合所有的區域 所以我們也發展這樣的MES系統 來讓中小區域可以很快的去採用 那當然剛才提到的就是說 我們連的機台從這邊可以看到 我們將近有六十幾種的機台 再來我們這些報表 這個例子就是我們幫一家碳酸鈣的生產廠商 我只把它的原來列比的訊號數位化以後 然後把它來監控它的溫度投料 它是做一個碳酸鈣 所以它以往是因為不斷的投料 所以造成它成本耗費 我們做過把它這樣數位化以後 它每度瓦斯它的產能提升了23.5% 也因此它花了很少的錢 大家很能想像 金周刊就去採訪 採訪以後才知道說 原來這是漢翔幫它做的 我們國科會或者科技辦公司也都去 這些黨官都去參訪了解 我們也從這樣的案子 再來這一個就是說 我們在萬機聯網的情況下 推薦了三家廠商 這家廠商是我們台中的一家大理的二代廠商 他們也這樣接受去分享 事實上這家廠商已經跟著我們第七年了 所以它也是因為做我們所謂 剛才講的智慧製造的部分 很快的我也分享一下我們剛才講的5G 我們在鋼山廠5G的運用 我們把所有這些剛才講的AMR 就是搬運的部分透過AMR 當然我們這裡也有一個所謂AOI瑕疵檢測 我們這個引擎它的孔大概孔位很多 那我們做這個它樓牙樓套 襯套的外牙跟內牙的監測 以往透過人來分辨的話 要花很長的時間 我們透過AI演算的話 立即可以節省非常多的時間 另外一塊就是機台 因為這31台都是狗產機台 這些狗產機台 我們裝了這個Sensor 裝了這個加速規溫度器 那就能夠去監測它機台的健康 還有它熱變 再來就是說 到底需要溫補等等這些 我們透過這樣來達到 應用5G的技術 所以可以很快的去解決 我們以往遇到的這些 沒辦法多連結的問題 很快再來分享一下 我們到底是怎麼樣應用達搜的產品 來加速我們研發生產製造 達搜的產品是講 我們跟達搜算是很長期的夥伴 所以我們在長期的飛機 非得要靠卡蒂爾的一些CAT的產品 另外一塊就是說 在這個產品生命周期的管理上 飛機是非常重視的 從它設計開始一直到你 到你交機維修 甚至服役可能都三四十年以上 所以這個產品生命周期 對我們來講是非常重要 而且達搜這個 我剛才有提到 我們今晚要戰機的BOM表 有嗎 將近四十萬個零件 我們的永運號也三十幾萬個零件 所以這麼龐大的這些BOM表 怎麼去維護 還有它的型態管理 所以我們是採用達搜的 這個PLM 3D Experience 另外一塊就是所謂 組裝線的模擬分析 剛才也有看到Digital Twin 這些怎麼樣透過虛實整合 我們組裝線我們在組裝之前 我們先用軟體模擬過了 這樣我就很快能夠在生產的時候 生產跟工程能夠達到 還有一塊就是我剛才提到說 我們雖然說幫中小企業解決 MES問題 但我知道所有製造業遇到的MES 像中大型以上的企業 可能都面臨到很大的這些問題 就是說它跟早期的AERP一樣 都很多SILO 各個系統都沒有串連在一起 MOM 達搜的Apprisals 它能夠把你所有這些去串連起來 所以我們快速的介紹一下 我們看一下達搜 從這張圖可以看得出來 達搜的3D Experience這個平台 事實上是滿完整的 這邊開始CAD的設計 可以設計進來以後 請問到CAD 3D Experience的 就是PLM的這一塊 這一塊是PLM的這一塊 事實上它這裡也有所謂它的IoT 或者是Diomir串起來 除了這一塊ERP不是以外 其他都是可以把它整個串起來 目前黃色的部分就是 漢翔目前有使用的部分 等一下我足以的跟大家介紹 怎麼樣去運用 我們CAD 飛機從這個鍵 還有它限速 管路 還有它這些剛才講的零件分析 以及生產製造等等 甚至我們複合材料 還有它後勤維修 都可以透過CAD的軟體 快速的去達到它這個應用 當然這個圖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在CAD當中可以去看它 有沒有互相干擾 互相可以在這個設計的時候 就能夠去檢查出來 那3DE到底是怎麼應用 因為我們產品在開始設計的時候 到我的Engineering 以及譬如我們EC Engineering Change Review 我想這個VPM就是嵌額流程 它直接可以在這個嵌額流程裡面 Web化的上面就製作到 那這裡Engineering部分 不管它跟3D圖的結合 以及它的Engineering Change 或者這裡有提到的型態管制 這個都非常的重要 還有你的工程圖完成以後 怎麼樣Release Release怎麼轉到M-Bone M-Bone這些表 怎麼樣去製程 還有Louting給我們的生產系統 怎麼去跟ERP 結合 那這一部分就是說 我們漢翔已經採用3DEXperience 對於原因就是其實我們大部分的設計 全部都是CAD 那CAD的軟體 那我們用它的POM來整合的話 當然是最容易 再來就是說它是屬於Web化環境 所以也很容易去跟你現有的系統去整合 再來客製化 其實它也提供蠻好的客製化 我想一套套裝軟體 也不可能百分之百都能套用 那你還是很多要更客製化 所以它也提供很好的客製化 讓你去串聯 當然還有其他的功能 那這個就是我們看到就是說 它這個PLM系統 它也能夠快速的 跟你的這個ERP 你也是排程 或者你的後勤維修 跟我們工程系統怎麼樣這樣串起來 那跟CAD 所以整合這個整密程度的話 就會非常的快 那這個是各式各樣的 這個Web的這個表格 大家可以參考 我就沒有足以的跟各位介紹 當然它剛才講的就是說 我們一百多個專案 漢翔除了這個精華核戰機 永遠耀高計程機以外 我們這些Poin Airbus 等等這些大型專案 怎麼樣去把這些OEM ODM 這些泵表 這些資料怎麼去 來做到所謂整個產品線的生命週期 那就透過這一套所謂這個PLM系統 來達到我們的目標 那另外一塊就是所謂DAOMIA的 DAOMIA剛才大家前幾個 有看到就是說這個數位組裝 當然剛才看到的可能是機房的熱流等等 那我們用在生產線 我們是看所謂這些 它的模擬 我在設計之前 我就可以開始模擬 那我在工廠 它也可以開始設計它的型架 這個是可以協同去製造的 那我在這個模擬當中 我也可以看得出來 就到底不管它的人因工程 或者說它的設計上 會不會互相干擾 那我在這個軟體就可以設計的時候 就可以開始去模擬這樣子的動作 那這個模擬 這個也可以當成教材 後續要給員工的訓練 事實上這個只要加上AR眼鏡 那你又可以把現場剛才我講的 那個AI紀元網這些資訊 或者你需要的必要資訊 都可以從這邊去擷取 這個只是未來一定是可以達到 只是現在眼鏡基本上還比較貴 所以我們就沒有把它用到那一部分 另外一塊就是 但是大家說這個Apprisal 系統 我想大家可能比較少聽到這一套系統 那Apprisal 系統 我們會開始採用它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現有所有的MES 我想跟早期的ERP 趕快 很多系統 它沒辦法把所有這些 通通整合起來 可能部分的有做設備管理 有做報工 有做模具 有做品質 或者Shot Flow Control 或者是製造管理等等 產能負荷 我想台灣的製造業 之所以那麼強 就是因為台灣的每一個老闆 那個想法都非常的不一樣 那都是它的know how 那這些know how 你怎麼樣去 絕對市面上很少有一套系統 能夠完全滿足 那達州的Apprisal的話 事實上它把這一些串連起來 主要就是因為工業試聯以後 智慧製造以後 機聯網 有這個機網的資訊 資訊串連起來以後 更容易達到以前達不到的事情 那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出來 就是說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它其實很適合跨國多廠 那你很多不同的應用 那這個不同的應用 以往我們要跨不同廠不同產線 可能你有社畜成型的 有CNC加工的 不同產線你的MES就會可能不一樣 那這個它是實際上 以模組畫的方式 那你用兜的串起來 那你可以用核心模組 那其他部分不一樣的 就更改掉某一部分 所以它很快的這個 可以去達到你這樣子 那我用一個我們飛機 這個組裝線的這個案例 當然組裝線你可以畫一個 我們飛機每一個交機都要有一個 最重要組裝圖裡面有個Layout圖 那這個Layout圖裡面我沒有畫出來 因為那個牽涉我們公司內部 那從這一張圖當中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我們去設計 就是每一架飛機它的組裝進度 那這裡是時間 然後我們用顏色 顏色來區分它到底是準焦 或者是說它已經Delay了 那這裡可以看得出來說 加工延遲 顏色紅色的是加工延遲 那這個是加工進度正常 那這個是現在的時間 我們以這樣來看 再來就是說 這裡面每一個都有它的資訊 點下去譬如這是所謂缺料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從這邊來看出 再往下的話 可以看出它到底現在是缺什麼 那也 這裡我們飛機是區段的 那這個可以看它的區段的 這個顯示這個樣的資訊 那一樣 這裡也可以快速的去 把ERP的資料調過來說 到時我員工這個報工的情況是怎麼樣 那知道讓他了解這樣的工時 所以很快速的就是說 用一個組裝線 你可以透過這樣 用它的模組 來把它兜出你要的畫面 很快的去達到 就是說我們剛才前面講的這個MES 沒辦法達到的部分 那當然它 以往以後我們要做這個 可能花很長時間 那現在這個再來就是 它也能快速結合我們機種機號 我想飛機交機都屬於這種機種機號 那也很容易的去跟你的ERPO BOM表等等這個資訊 串連在同一個畫面 以往可能你要切不同的畫面 那對員工來講都是非常辛苦 效率也比較差 那我們通通可以把它切在同一個畫面 去把不同的資訊 抓到我們同一個畫面來 再來就當然講 就是說這個即時看板用不同的顏色 那也跟員工更容易可以去掌控這個資訊 當然也可以很快把這個生產組裝的資訊 又回血到這個ERP 然後只是給排程系統 可以快速的更新動態的去做這樣的調整 那當然前面提到就是說 我們到底是怎麼樣去讓提供客戶 原來只是從你品質跟這個交期 怎麼樣去轉型成一個透過這樣數位化的工具 提供一個有創新又能夠有價值的 可以給客戶的這樣服務 那當然剛才提到就是說 我們透過達收的系統 跟我們AIRWAIR 整密的結合 那AIRWAIR 整密的結合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也應用達收的V6的這個產品 以及現在這個所謂PLM 位於我們下一代的這個出教機 或者是下一代金融飛機去做開發發展 那當然漢翔除了剛才提到就是說 我們自己開發的產品以外 那我們也跟達收緊密的結合 成為他的夥伴 那現在也跟達收 所以我們也可以提供達收的POM 或者是Diamia 或者是剛才講的Apprisal MOM這些服務 那我們後面廣告一下 我們今年在9月24號到28號 我們也跟達收聯合去做參展的這個服務 在這個南崗展覽廣 那這邊大家可以看出來 我們可以去展示我們的AIRWAIR 怎麼去幫中小企業輔導這些客戶 那再來就是我們怎麼樣跟達收結合 運用他的產品來 未來能夠提供給大家服務 那也歡迎各位在24號 28號來我們漢翔的這個104攤位 希望大家歷臨來這個指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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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 να幫大家 testament 謝謝 謝謝